从精选总部出发 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 上午锁定大力以车队大规模扫结拜票 连日的密集拜票行程 卢秀燕已经扫心啊 不能多讲话但诚意十足 宣传推队经过路过只要有看到 卢秀燕人虽然站在宣传车上 但他看到了机车骑士汽车驾驶 还有店家立刻弯下身 用手势向选民拜托 拜票一定要 但选举正义也要透过司法 逃回来 上午党部主委和委任律师 前往地结署案铃申告 因为有民众截图传消息说 在民众党蔡奇昌LLAI群组上 以不实资讯五指卢秀燕 及李荣宏买票会选 秀出一张张的截图 陈明镇还透露王世青是林家龙的市政顾问 同时兼任林竞选总部外埔后援会会长 前不久还一起为海线的议员候选人站台 如此亲密的关系不禁让人怀疑 记者韩志欣张道勇 萨慧文台中报道